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奇異故武宣洋 我是故的頭顧曾大軒 那麼每天早上的11點有我家軒 帶來你看盤勢的發展 好 投資朋友應該可以看到我的測標 34週的轉折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實際上這個行情當然 前一陣子在這邊嘛對不對 區間震盪85到82的整理 那當然上個禮拜破線了 從這個最高點 8500到今天已經破8000 那當然這個行情的變化 我必須說 這一段小段 我們本來認為這邊會有手 但是看錯了 那你還是要 這個順從他的趨勢嘛 對不對 要先出場多單嘛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抓另外兩個轉折 包含了 11月30號這個轉折 以及12月4號這個轉折 是正確的 只是 這個行情在上禮拜比我預期的還要弱 所以 所以先退之後再來看後面的變化 但是 這個禮拜會演變成34週的轉折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你看這是11月27號 我說什麼 磨台 圓月磨台轉弱 然後磨台的 價差會比台子來的差嘛 所以11月27號在這邊嘛 能不能做多不行嘛 那你是不是避開了 開高走低以及跳空往下 你看這個是 11月27號 我說要先回撤嘛 磨台 圓月磨台轉弱嘛 對不對很清楚嘛 好你看喔 這個是來到11月30號 留下引線嘛 對不對 820買進嘛 對不對 820嘛 好 這是第一次 我們抓轉折 抓在這邊 往上的反彈 好 那第二次呢 特別你很清楚喔 第二次在哪裡 第二次是不是 我們在跟大家講什麼 美元指數 12月4號的時候 這個 好等一下我拿給大家看喔 那 基本上 我們是在 8348嘛對不對 8348做多嘛 對不對 然後流倉嘛 抓這個轉折 然後來到12月7號 也就上禮拜一 開盤前8點40分 8470 8470賣出 開盤價8495嘛 所以8348到8495是140點 140點 獲利賣出 這個是來到了 這個 這個上禮拜 12月7號 這一個 長上引線 多單順勢把它賣掉 好那當然它回撤嘛 好回撤 好那上禮拜 4 它有反彈 那我說這個不能再破 8145 那實際上在上禮拜 這個破掉了 那破掉那當然它要持續往下去做一個探底的動作 探底的動作 好那重點來了 今天往下去探底了 那 很明顯的你今天看到是有一點開低走高的味道 好有一點開低走高的味道 那當然有人會說第一個 國安基金護盤 對不對 基本上你在操作你一定要先考慮到 你來到了一個相對低的位置 本來就不應該去追空啦 那 國安基金當然它一定會在適當的時候去出手 那我認為今天的盤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細品 紫光要入主細品 好那你會說張老師它連漲停都沒有 很簡單嘛因為 因為不確定會不會過關嘛 還有一個投審會嘛 即便他要用55塊 來入股 好可是這個事件 所反映到 盤面中 會有什麼意義 頭部你去想想看喔 之前大陸一些 想要併購台灣公司其實 都有一些的動作 包含了你今天看到什麼 聯發科 他其實今天也沒有繼續跌 之前紫光也有 想要入主聯發科嘛 是不是這樣 那 這個就會讓人家有 聯想到後面的一個狀況 我的意思是說 細品它要入主 那後面會不會 延伸到可能其他的 譬如說IC設計的公司 或者說其他的半導體公司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就會變成 其實以台股的目前這種價位 為什麼人家想要入股 第一個太便宜嘛 本益比太低嘛 那當然他當然也要想藉由台灣來尋求合作的一個關係嘛 所以我說 你在看一個行情喔 掌握行情五元素 趨勢量價籌碼主流轉折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轉折 34週 他是不是有具備這個轉折 但是 主流的東西一定要先出來嘛 對不對 主流的東西一定要先出來嘛 好 好 朋友們你看喔 這一波在疊什麼 你要把 主軸分清楚 你就不會容易迷失 這個叫金融 它是不是很弱 這到上禮拜五 你看喔 它是不是離這個頸線 已經很遠了 它是弱 是不是 主疊金融 好 那 第二個在疊什麼 傳產 這個叫什麼 非經電 對不對 它也 領先跌破了這個 低點嘛 好那你相對再來看喔 電子股的部分 這是上禮拜四 當然上禮拜五稍微有破這邊 可是這個還沒破 而更正 今天的早上破了 所以 是不是 電子股 好即便它破了 是不是相對於傳產 相對於金融 要來的抗跌 抗跌的股票 那是不是 在大盤指穩之後 後面就會變成一個主流 這個你要去思考喔 這個是你要去思考的 好 好那 我們就以兩檔最簡單的股票來做舉例子 來 這個叫台積電 對不對 台灣最大的全值股 這是上禮拜五 然後你看它 今天也不過跌 五毛嘛 那五毛其實還在控制範圍 你看這個季線都沒破 那更避論這個是8239這個是8217 它是不是相對穩健 相對穩健嘛 好那第二檔是什麼 這個叫聯發科嘛 這個叫聯發科嘛 對不對 它的低點當然今天稍微有一點點跌破8239 8217 可是你現在它的位置 大概在平盤左右 它只要不要再跌 它大概就是維持 82178239這種平行的位置 它也沒有很弱啊 那我相信你很清楚 只光要入主 細品 大家在擔心什麼 這個太低了嘛 這個太低了嘛 那太低會不會引起人家 逢低 入股 或者是說收買的一個醫院 這個就是 接下來大家要去留意的 一個東西 那 我的意思是說 回到這前面 假設今天跌的是主跌電子 譬如說 聯發科或者是台積電已經跌破了 相關 譬如說82178239的位置 那我會跟你講這邊絕對是一個 稀波往下崩盤的開始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 最主要的一些關鍵的電子股 它 還在利手 所以我認為如果回過頭來看 趨勢量價籌碼主流 轉折 轉折投票你來看喔 有沒有績交易形成轉折 這個轉折會出現在哪裡 這是家犬的周線 這邊是10014 跌到7203 反彈之後 這個到上週 33週 下週就是這一週 34週 也就是說10014跌到本週 它是34週 有沒有機會形成 低檔轉折 我認為機會是不小的 因為 剛才已經跟大家看台股的結構 實際上是主跌金融 跟傳產 電子它相對相對的抗跌以及穩健 我並沒有看到台積電或是聯發科有 任何帶量重挫的一個現象 包含了 今天的細品它是紅的嘛 那至少人家對於我們電子股是有興趣的 至少人家也認為我們電子股是相對便宜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回過頭來看 整個國際股市 頭部你看喔 我知道你會怕嘛 這個叫倒窮嘛 對不對 還沒有 上禮拜我還沒有 這是上禮拜四 好 上禮拜我很可怕嘛 這一根又下來了 可是你去看喔 這個是季線 季線它扣在低點喔 我的意思說 如果按照季線 它不會 馬上反轉的態勢來看 即便它還有低點 它是不是比較像是 A B C 也就是它破這邊之後 這個A跟C要等長嘛 那這邊A不會很長 那C 你說還要崩到哪裡去 我認為 不太可能 它比較像是一個A B C的修正 因為這個季線 不會一時之間不會往下 那你說 那你這樣講就算了 好我們從 其他的面向來跟大家講 頭部你看我們之前 談到的是什麼 美元指數 12月4號當天重挫嘛 頭部你看喔 我們當天 為什麼敢出手去做多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跟大家想的不一樣嘛 你會覺得說旁邊好像很 很憂慮 12月4號8348嘛 我們是不是做多 然後呢 上個禮拜一出掉 147點嘛 因為這個東西 並沒有讓我 感覺到很恐慌 重挫 那我之前跟大家解釋過了 一定會升息嗎 或者是升息之後 股市會那麼糟嗎 好即便它要升息 我用最差的情況 現在市場預期都會升息 美國嘛 那升息資金是不是要回美元 那回美元為什麼你美元是走成這種重挫的格局 然後這個是 現階段的美元 J跟長A之後反彈之後再往下破 它現在形成一個怎樣 弱勢的整理 也就是說 沒有錯 如果你現在看到市場上看到 上個禮拜五 美國中錯 可是我並沒有看到美元指數有任何 往上攀升 或者是說 它有資金回流美元的現象 那會不會變成說 等最後禮拜五 美國FED正式宣佈升息 那 市場 就會 利空出景 為什麼 因為它的走向已經告訴你 你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 本週已經變成非常非常的一個關鍵 那我也跟大家講 因為 這禮拜有結算 可能 稍微要整理到禮拜三 那關鍵會在 最後 FED 就算正式升息 那一刻開始 那市場上會不會有反轉的跡象 我認為 配合本週三十四週是非常有機會的 好不好 那上班上我們今天到 今天到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分享 我們 我唱這個 外國外人都神道道 來 飲這罐三多補體康 這罐 抗爭在幾樓罐 有腐溪胺酸生態增強體力 還有高概概維生素D3 留住骨本身體好 三多補體康 全營養一罐就滿足 投資 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奶酪妹 QQ 紅豆哥 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愛之味奶酪紅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愛之味奶酪紅豆 愛之味 投資 獲利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洗腎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能量災限 戴救部 元氣補給飲品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 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 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回到現場 好 大盤現在指數跌了67點 對不對 大概70點 好 你來看 大盤現在是跌破季線沒有錯 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個叫櫃台指數 這個是季線 它今天剛剛好回測季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看到櫃台指數 你是不是感覺心情好一點 對不對 好 那沒有錯 這個大盤是誰在控制的 基本上是外資 那當然政府有可能 它有時候會適時出手 對不對 比較大的資金控制 加權指數 可是 剛才我們看到櫃台指數 實際上 它是相較於大盤是 抗跌的 它今天才回測季線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到底有沒有行情 你一定要從這幾個去看 有沒有主流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特別有這是 耗頂 我們選擇在12月1號賣出 大概是在713塊的位置 耗頂這一波我們賺了多少 149%跟95% 280的賺149% 買在這個360的賺95% 12月1號我們把它賣掉 好你去看 這是今天的耗頂 它還很強 你看耗頂 你跟我講它有沒有主力 或者是大戶進駐在裡面 一定有 要不然不可能漲了兩倍 從250到750 漲了兩倍 不太可能 即便我說它最近陷入整理 可是它也沒有任何轉弱的跡象 但是我說我看到這個爆量訊號 我認為它要整理了 我們選擇怎樣 賣掉嗎 對不對 因為我認為有更好的選擇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然後你看另外一檔 這個叫中率 它也不算差喔 它也能夠這樣子 從上市這樣146 漲到303也漲了一倍喔 它跟耗頂比較起來 沒有比較差喔 那你說它可以漲一倍 沒有主力或大戶進駐嗎 不太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 要形成主流 一定有人先進駐 好那回過頭來 我再跟你講大盤的東西 這個叫華雅科 這個叫華雅科 它今天反彈嘛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大家認為低潤爛透了 可是它為什麼要反彈 對不對 再爛的股票 它來到了一個相對低點 也會反彈嘛 好那你來看喔 好那你來看喔 這是綠能 太陽能的股票 你看它現在在平盤喔 新日光 它是不是紅 在平盤之上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這個大盤的結構來看 並不是 像指數一樣 好像今天來到了8000點之下 那樣的一個恐慌 它的族群性好像還是有的 你聽懂的意思嗎 就好比之前的生計股 但是我認為說 生計股它是要整理的 強如號頂或中欲 它是不是現在也在高檔整理 那既然在高檔整理的話 我認為是有必要把資金挪移到 下一階段的一個主軸 那下一個階段的主軸會在哪裡 我認為第一個 就如同我測標告訴你的 是文創 那當然接下來4G網通 還有IC設計 這就是包含在電子股裡面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再來講 那文創的部分 譬如你看喔 你懂得 什麼時間去做什麼樣的股票 你就不會受限於大盤 在這邊震盪整理 你看喔 這個是8月31號 我們已經規劃好 台股的選股方向 看美國看中國看政策 看政策 第一個部分是不是生計 是不是生計 當然我們這一個階段的代表 就是號頂 149%跟95% 當然還有其他的生計股 我們其實已經在11月中下群 都已經出清 最後持有的號頂 12月1號獲利出清 因為我認為生計股要整理了 那實際上你看到生計股的指數 是不是在上禮拜也形成一個重挫 我們都講在前面 好那生計股做完了要做什麼 文創嘛 第一個他在低檔 生計股其實很多股票都已經漲了 一倍兩倍 你現在還要跳進去 你自己去衡量風險 那相對的文創 投票朋友你看喔 我們講過四檔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創 這個叫智威 5263的智威 今天大盤還跌73點 他是紅的 好那智威有什麼利益 除了他是文創裡面最高價的之外 投票你要去想到 他在起什麼 這支在起什麼 靠近在起什麼 他大漲的最主要一個因素是什麼 潤泰集團嘛 我想我們在這個節目 從9月初一直講到前一陣子 我就跟大家講 在7 8月的時候人家350也買 320也買 跌破300還是買 是誰在買 潤泰集團嘛 所以他才有後來可以大漲兩倍嘛 我們是賺了149%跟95% 好如果說你信得過 潤泰集團這四個字 或者信得過 銀眼糧這三個字 潤泰集團也入主啊 入股啊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跟你講說 現在是風險跟利潤的考量 沒有錯 耗鼎現在在高檔整理 或許他還有高點 但是他已經漲了兩倍 那在一個風險跟利潤的考量 你是不是應該合理的把資金去轉到下一個階段風險比較低 可是他的利潤更高的一個個股 所以同樣的要複製耗鼎大漲兩倍 會不會就在文創發生 同樣是潤泰集團喔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是文創最高價 他一定是指標嘛 好那另外一檔是什麼 滑岩嘛 對不對 他也有修正啊 可是你看這回測月線 然後你看喔 今天還是紅的啊 大盤大跌耶 我跟你講的前兩檔文創指標股 都是紅的耶 你有沒有覺得很 很訝異或是怎麼樣 特別有時候大盤跌未必是壞事喔 大盤跌的過程當中 你剛好可以去看到哪些股市具有抗跌 甚至率先表態的股票 那個就是下一階段 非常有可能形成主軸的股票 所以我說跌並不是壞事 只要這個市場上還有主流的族群 那個下一個階段 大盤穩定之後 他就有機會再往上 那你看華盈很簡單嘛 跟阿里巴班結合嘛 那對岸的音樂下載的這個授權金 回歸到他 那個想像空間都很大 特別我必須這樣講 當然上個禮拜 細品因為紫光要入股 引起很大的震撼跟爭議 正方兩方都有 可是大家仔細細想想看 無非我們就是想要對岸市場的一個市占率嘛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些 可能跟他們的一些結合也好 或者說有一些策略也好 策略聯盟也好 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 你不可能去放棄它嘛 你放棄它等於是 大家去仔細想一想 台灣的出口有一半是靠中國大陸 第二個是美國嘛 那你放棄掉了中國大陸那一塊市場 那是等於放棄掉 你出口的一半的產值 所以現階段大家去想想看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是對台灣最有利的 那他如果說跟阿里巴巴結盟 他有沒有機會 那當然還有兩檔文創股票 像譬如說 樂森小跌 形象也小跌 這個都還好 這個都是震盪那會可以去做的 好不好 那如果說認同我們的話 好 跟上我們腳步就對了 那最後一句大家 明天操作遵理 我們明天再會 好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投資 洗腎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 期貨股票雙震照 期股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蓬蓬呼呼囉 肌肤嫩嫩又蓬蓬 蓬蓬呼呼好舒服 好吃蓬蓬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